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团体营养善食与自备 今天要介绍的是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 那今天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认识了解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政策 还认识了解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类型 认识并了解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 就是会包括 课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政策 然后呢 要了解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类型 还要了解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内容 那有关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政策 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要拟定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一个政策 首先就要先从食材的分类 分区域 分区域放置 甚至于要先进先出 甚至于要做5S的管理 那这些就是我们 库房卫生管理工作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些 拟定工作管理工作政策的计划书要把它拟定出来 拟定了以后 要先从食材的分类 要把这个硬体 要分作软硬体的部分 比如说硬体的部分 有哪些设备 有哪些空间 那些空间设备 是不是能够先计划安排好 空间以及设备 那有关软硬体的部分 可能就会有什么表单 有什么表单要做的 然后呢 它的程序书 它的程序 它的流程 程序以及流程 程序跟流程应该先制作哪些 还有它的一些表单 应该包括哪些表单 然后呢 SOP 每一件 还有工作的明细 然后这每一件动作 比如说5S的每一个动作 应该有哪些标准动作等等 还有它的原则 我们整个库房 卫生管理工作的一个政策原则 要先做 你一定把计划书写出来 那有关5S的定义 就是说 所谓的5S 就是包括用这个 整理 整顿 清扫 清洁 素养 这个五个词的缩写 当时是以这个日本 这个是一些日语 因为这个五个词是日语中的罗马拼音中的第一个字母都是5S 所以就称为5S 那有关这个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的内容活动 就称为5S的活动 那所以呢 在做卫生管理的时候 5S是一定要的 那这个5S的活动呢 起源于日本 并且在日本企业中非常的广泛的推行 有关5S的活动 有关5S的活动组轴是在现场的一个环境对于生产现场环境全局进行综合考量 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一个计划还有它的措施从而达到标准化的一个管理 那有关库房的种类 那库房我们会有所谓的干货库房 冷藏库房 冷冻库房 还有非食材的库房 要把它区分开来 要把明显的这些区域呢 都要把它划分清楚 那如果有隔间是最好 如果没有隔间的话 那么它的partition也要能做出来 就说每一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要把它划清楚 或者是要标示清楚 这些是哪一个区域 那像冷藏冷冻就一定要用这个隔间隔的很清楚 那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库房隔间的话 那至少冷冻要有一个冷冻库来放进冷藏的一个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把一个冷冻库做出来 那当然有些小的一个厨房里面 可能只有冷藏冷冻的一个小厨房呢 就是小冰箱 那或者也可以用冷藏库冷冻库来做一个库房 好开始我们要做5S的内容的介绍 首先说整整理 整理就是要把物品分类 做成别的管理 就是分开需要跟不需要的东西 预计这个使用的目的加以分门别类 把这个要丢弃的或者是处理不当的东西 把它分开来 那先暂时保管需要的东西 把要用的东西放在手边 那整顿标准化 就是要把这个整顿物品放置的方法的一个标准化 要将要用的物品跟零件工具等加以分类标示出来 放在物价上面 就是包括像我们的食材 哪些是每天要用的 哪些是隔天要用的 或者是一个礼拜以后要用的 这些都要把它分出来 那在清扫就是要把清除污垢 自主性的保养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把这些污垢清除 自行保管保养 那第四个要做清洁的动作 维持整理整顿 清扫3S的成果 你要一直维持着它的一个 这个整理整顿清扫 不是只做一次 要随时都要再 重新再做整理整顿清扫一次 那把这个三个 前项的三个S做一个清洁 就每一次都把这个脏乱的源头根绝掉 那素养就是养成守法的精神 遵守规定标准 那要养成习惯 就是把个人的习惯养成好 好有关我们库房管理的要点呢 就首先库房要有适宜的温度湿度的控制 而且要把非食材清洁用品放置于不同的库房做储存 那物品摆放不能杂乱 不可以堆叠食材 那在食材呢 要放得很干净 环境呢 要维持得很干净 没有异味 不能积水 要以先进先出为原则 要有这个防止病没侵入的一个设备 比如说要有砂门砂窗等的设置 那库房应该设置一些战板或者是不锈钢架 使得这个不锈钢架要离墙 离地五公分以上的一个钢架来货 换货品 也就是货品价 货品价呢 要事前先买好放好 然后要规划要多大多高 那对于货品包装的这个标示要完全 把所有有包装的食品应该要标示完全 在保存期限内使用完毕 而且要选用CAS或GMP标示的食品为原则 或者是有认证的 来确保品质的卫生跟安全 假如罐头或者是进口食品 应该要有卫生署 现在就叫卫福布 卫福布 卫福布它的一个查验登记号码 还要有完整的中文标示 才可以使用 而且要注意是以先进先出为原则 这个是一个库房最基本的一个管理原则 有关这个库房里面应该要有足够能清洁的一个冷藏冷冻的设备 除了应该要有足够的冷藏冷冻空间之外 在设备的部分我们希望是能够清洁的冷藏冷冻设备 这样子温度还必须要保持冷藏的7度C以下 或者是冷冻的零下18度C以下 这样子来做冷藏冷冻的食品食材 才能够确保 确清洁食材的清洁保存 那对于生食的熟食的食物呢 食材都要能分开的储存 这样子分开储存呢 就能够避免所谓的交互污染的一个现象 那有关个人的饮食的饮料啦 或者是食物啊 都不可以放到这些公共的公领域的一个冷藏冷冻库里面 那有关食材应该分别的妥善保存 这些食品原料以及成品都应该要妥善的保存 就是要有一个保存好 除了要保存是要很清洁 很清洁 卫生安全 所谓的卫生安全的保存 是包括空间的空间设备足够能够确保 它是清洁 空间足够 然后呢 还要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是足够冷的 冷藏冷冻 而且它的湿度 它的湿度 湿度也是正确的一个管控范围 所以它在整个环境上 整个环境上呢 就是说要管理恰当 就是储存 在储存食材的时候 它的环境要求 环境要求呢 就是要能够清洁 卫生 就是能够达到卫生安全 有关它的温度要求 湿度要求要对 这样才能够防止污染跟腐败 所以要足够的空间 区隔 要能够区隔 而且要放在架子上面 区隔的放置 放置在架上 好 那原物料库房的卫生管理 就是要定期的去清洁消毒 而且就是要先有计划书 写出来就是说一个月或者是一周 每周做清洁的动作 还是每个月做定期的清洁 或者是定期的消毒 而且要把过期的食品定期的清出去 要有专人保管 专用的场所就是要有专人的管理 那要保持干燥干净的一个地面 就是说在地面的要求 我们要保持又干燥又干净 那地板呢 不要不要有这个 就是积水 那所以地板要能够防潮的这样子 防潮 因为地板如果是潮湿湿滑 它的缺点呢就是湿度会高 细菌容易滋长 就很危险 走在路上都很危险 走在这个地板上就很危险 那污染的几率也很大 因为地板就很潮湿 就会长很多 除了细菌之外 还会有一些黴菌 黴菌的生长也会很多 那如果黴菌的生长多呢 整个库房都有那个霉霉的味道 发霉的那种味道 那整个环境的整洁里面呢 包括病霉的房子 病霉的房子就是要设置大门啊 沙门啊 以及水沟要加网等等 要能够有效的这个运作 清扫 四周的积水 以及水质 这些都要能够及时的清扫干净 要环境的整洁 要把它控制好 这个不是单单为了卫生而已 更是为了整个 使顾客有良好的一个感受 不要有发霉的情形 所以在整个环境上就要保持保持的一个环境的整洁 保持环境的整洁 好 那本单元的例题一就是库房的卫生管理工作 它的政策有哪些 那例题二就是库房卫生工作的5S是要做哪些事情呢 那例题三就是库房的种类 包括哪些 比如说有冷冻冷藏以及干货等等 还有非食材的库房等等 那例题四就是库房卫生管理的管制要 管理要点 有关例题四是库房卫生管理的管的一个要点 管理要点 那例题五就是原物料的库房卫生管理 它的内容有哪些 那本单元的课后反思 就是经过本单元的介绍之后 你认识了团体营养膳食自备 这个有关库房卫生的一个管理工作 应该做哪些管理要有计划的 把它做出计划 以及它的程序书要做出来 那以上就是本单元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再见 拜拜